大家好 我是張家宇 然後呢 我是今天的那個講者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那個時期的經驗 好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叫老張或Jasmin 然後我覺得我今天可以來講應該是因為就是 因為我有那個就是在新創公司 尤其酒吧 以及就是在一個比較大的公司 就是組織比較龐大的公司 就是兩個不同的實習經驗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是裡面有一些不同的觀點 跟一些差異可以跟大家講這樣子 然後我目前是那個政大廣告所謂的學生這樣 好 然後那個那就先從就是新創公司開始講 然後呢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我就是 好 大家覺得新創公司 就是你們有什麼想法 一想要新創公司 是不是就覺得他就是很新 然後他可能福利很好 然後公司很美 然後可能臨時很多 然後可能可能常常要玩遊戲什麼的 然後這些就真的就是遊戲酒吧 他都有給你的 就是他福利真的很好 然後每週五都有就是Happy Hour 然後都會有人來幫你按摩啊 然後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可是遊戲酒吧 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新創公司他覺得意義是 就是在這市場裡面 有一個機遇解決的問題 急需被解決的問題還沒有被解決 所以才要創立這個公司 然後就反觀遊戲產業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現在遊戲產業 他在行銷遊戲的時候 他的手把可能就是馬上用一個 可能美女或新三色的東西 然後吸引大家的目光 然後吸引大量的 有男性玩家趕快去玩 然後玩完可能就覺得 喔好無聊 然後就把他刪了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會要 改善現在台灣遊戲產業這件 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想要創立一個遊戲的通路平台 然後就是他會審核就是他覺得好的遊戲再放上去 然後讓在裡面的玩家就是都會覺得說 OK在這個平台裡面 他都會 就是都是好玩的遊戲 就像是遊戲產業裡面的7-11這樣子 然後所以說培養出就是一些好的遊戲跟好的玩家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就希望一直是創新的行銷的策略方式 就不是過去我們看到遊戲行銷的方式這樣 然後我本身就滿認同這樣的想法 所以就去當實習生這樣子 然後進去實習的時候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他會有教育訓練 然後就是他就會先有兩個禮拜 然後教所有的實習生就是主要就是公司介紹 然後還有行銷 然後還有營運客服等等的課程 那我覺得這還滿重要 因為就會讓你感覺到這公司 他是有在重視實習生的工作 然後讓你再了解說這個 整公司的怎麼營運跟他的怎麼分工 以及你的角色是什麼的時候 你知道以後你會更好就是開始做你的任務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我們的任務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三個實習生一起在做就是新銷部的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的任務就是 我們要經營一個比較是Focus男性玩家的手機遊戲 跟一個比較是女性玩家的手機遊戲 就是這兩款的 要經營他的粉絲專業 然後還有行銷線上跟線下活動這樣 然後我覺得那個時候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他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在零預算的一個資源下面 然後去引爆一個病毒行銷的話題 就是他希望就是零預算 但是又大家都會很想傳散的內容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那個時候就想說 我們如果想得出來我們去Google就好啦 我們現在在這裡幹嘛 然後可是那個時候又覺得說好他很有野心 你就會很想當一個就是 我就覺得就是新創公司給我的精神 就是有一種就是很有就是夢想 很有那個力量這樣 然後所以我們就盡量去達成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 就是反正我們就把我們手上有的資源 就先把它就是擴大 就是我們先我們的溝通平台就是我們的社群粉專嘛 然後我們就想說那我們一定要先讓我們那個 有在用那個我們粉絲團來先變多 然後才人滾人這樣錢滾錢的感覺 然後就是越來越多人知道這樣引爆這樣傳來粉絲 好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要先讓我們的社群粉專 就是很多人 所以我們就我們就可能就是先用一個 比如說跟按讚活動 然後你就可以變成 你就可以抽獎的這種平台合作 就發燒好康 然後我們就先讓我們的就是粉專 就先增加到一千多人左右 然後每天我們都會用就是有趣的圖文內容 然後來傳遞就是那個新遊戲裡面的角色 就可能把遊戲角色跟笑話結合 然後再經過每天的每天都一直傳遞新的內容以後 就會累積到一定的互動量 就是你的讚按讚數都會變成 就可能從各位數變成幾十個這樣 然後穩定了以後呢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舉辦線上活動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們就沒有錢嘛 所以我們就要想說怎麼辦 要用最少資源然後達到最大的效益 然後後來我們就找了一個就是最有效益的一個 反正就是知名的插畫師合作 然後舉辦活動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這個成效就還不錯 就是那時候我們的粉絲數就是都到達 就是從一千變四千 然後互動數就是每一篇都有大概一千五百個以上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OK 其實就是很開心 因為我就覺得說在新創公司就是 你什麼東西都要做 而且這些東西都會變成是 你自己就是你可以帶來走的績效這樣子 然後現下活動的話就是要跟 就是我們那時候就跟實體店面合作 然後那時候很難談 因為你只要去那個店家 然後跟他講說我們是什麼公司 我們想要跟你們合作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很有敵意 然後後來我們就改變方式 我們就說 你好我們是世新代權資管系的B站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就會全部都讓我們貼 然後就全部都合作成功 然後就可以在那邊猛貼我們的那個 遊戲宣傳的東西這樣 然後反正最後的KPI的效果都不錯 然後就是因為那時候就是 他一個門任務就是他都會讓你放手去做 然後所以說就是我覺得這就是新創公司 他就是好的地方 就跟一個很大的 就可能民生很想念的公司比起來 就是他就會放手讓你去做 然後只要你是認真的 他就是會跟你來真的 他就是都讓你去自信這樣子 好然後最後就是換我們 我們自己在上面告訴所有的人 我們的就是一路走來的歷程 然後跟學到什麼跟分享我們 我們之間的想法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就是創辦人 就是跟我們送我們一句話就是 人生就像攀岩 每前進一步就要先把裝打得又生意粉 才能繼續向前 然後這其實就是就是真的就是 就是不管我們的求學或者是之後你們工作 其實都是這樣 反正就是就是 就是都要先經過你的那個 你知道好好的學習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最後就是來變的你想要的成果這樣 好然後接下來呢 這就是新創工的體驗 OK然後接下來下一個 我們就到達了那個IKEA 然後呢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IKEA就是一個很很溫馨 然後很年輕然後很有創意的一個很大品牌公司嘛 然後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會進去是因為 因為我從小就是我們家都很愛用IKEA東西 然後所以我對他的品牌的文化或者是價值 我都很理解 所以而且我自己本身也很熱愛 所以我覺得才會才可以有幸進去這樣子 然後就是像在IKEA裡面 因為他的組織分工都非常 角色分工都非常嚴謹 然後比如說行銷部門裡面就是分為了就是 比如說廣告公關然後卡友還有社群這樣子 然後所以說我那時候當時我的工作內容呢就是 主要就是協助官網後台架設 然後還有每天要翻譯大概15到20篇的文案 就是翻譯就是國外國外的然後要貼在我們的官網上面 然後還有編輯那個臉書粉絲團的PO文 然後我覺得就是在11個人中雖然說做的事情 你不要只能是協助的工作 可是你可以就是站在就是有點 然後看世界 因為就是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IKEA的就是 比如說廣告案例或是他各種就是活動行銷案例這樣子 然後所以說就是學到的跟不一樣 因為比如說他們每一個行銷預算都可以是1000萬以上 然後他們都會把他們的工作就是分工外包給外面的廣告代償啊 或者是各種代理商這樣子 然後他們其實主要的工作就是最前端的策略分析 找到他明年度可能要focus在哪一塊這樣 所以說雖然就是做的東西比較是一個協助的工作 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大的世界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因為 那個什麼就是因為我是廣告所的 所以說那時候我真實的跟了一個就是廣告TVC的 就是從頭到尾就是從最前端就是他們可能來提案啊 然後看到公關公司創意然後怎麼樣就是說服你去買單啊 然後到最後他真的上電視TVC的過程 然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可是要怎麼播 就直接按就好 按 好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這個你們有看過嗎 這個心庭上司的公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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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 習慣 一個 不好意思 沒事 才是誰 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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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